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台湾的南头 出动了千万人的心 当时的报纸也报道 说医院中有五个小朋友 轮流在安宁病房陪伴母亲 因为医生告诉他们妈妈的时间不多了 他们五个孩子很小很懂事情 安静地陪在了妈妈的身旁 五个孩子都非常乖在病床边边上 全体的医生啊护士啊都非常的疼爱他们 爸爸呢日夜打工为医药费和生活费在奔波 那一天呢这个医院的社工阿姨啊 看见这个五个孩子啊小朋友很饿 很饿忍不住呢就说这么冷的天呢 孩子们你们的肚子一定很饿 阿姨请你们到外面去吃碗面好不好 这个小朋友都点头了 走向餐馆的时候年轻的社工阿姨心里在想 这些已经饿坏的小朋友 会不会每个人点一碗这个牛肉面 再加上一盘卤菜呢 口袋里的钱不知道够不够 社工阿姨呢就问小朋友 哎孩子们你们想吃什么呀 阿姨请你们吃哦 社工阿姨说完 这两个小男孩立刻安静下来坐在椅子上 平安静地看着小妹妹 可能他家里那个小妹妹是坐住的 只看见那个小妹妹看着菜单说道 阿姨我们只要一碗羊撑面就好了 一听完这句话 这个社工阿姨心头啊 马上觉得有点惭愧 心想自己刚刚是不是太小气了 竟然揣测小孩子们会不会敲我的主缸 而纯洁的孩子只是点了这个面店里边最便宜的羊撑面 那么孩子们再要不要点一点其他的呢 不要啦 社工阿姨心头又被震颤了一下 觉得被这几个小朋友给自己上了一课 让他以后更懂得做人 不要怀疑别人的道理 为了补回刚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的愧疚 社工阿姨决定给羊撑面再加几个馄饨 就请老板给小朋友送上了馄饨面 社工阿姨注意到小孩子都是硬的不肯吃那几个馄饨 而且把面条吃光了 社工阿姨问他好不好吃啊孩子们 好吃会不会太烫啊 不会 你们要尽量吃啊 怎么不吃馄饨呢 馄饨要趁热吃啊 不够的话阿姨再给你们叫一碗 这时候小妹妹低着头 非常小声地跟社工阿姨说 爸爸妈妈都很久没吃了 社工阿姨轻声地说 放心 等你们吃完 我再包两碗给你们打包回去 一碗素的给妈妈 一碗昏的给爸爸 好不好啊 这时小朋友才安心地吃面和馄饨 馄饨他们还是没吃 因为小朋友好像舍不得阿姨多花钱一样的 就这么说 剩下的这些 我们要包回去给爸爸吃 阿姨你再买一碗素的给妈妈吃就好了 听了这句话 社工阿姨的眼泪几乎要奔出来 心想 是怎么样的人间沧桑啊 造就了如此早熟又懂事的孩子们的心灵 阿姨谢谢你 小妹妹代表五个孩子 表示感谢 谢谢阿姨 有两个小男孩缺了门牙 口齿不轻也跟着说 很多人总觉得每天我们活着 吃着别人用着别人理所当然 所以学博人应该理解感恩 那是一种文化的素养 那是一种精神的境界 更是一种社会的责任 要珍惜懂得别人给你的任何一份善意 因为珍惜是道德 是一种正能量 是一种你正常心态的选择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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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